下跌买吗?买了继续跌 下跌不买,不买的话就上升 短算主要复合了这个模型 买入就上升,买入就上升 波段教育大师David Landry 说过 无论你用什么指标,多少指标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教育中赚钱 而这种方法就是拿着趋势 学会复兔身材的低级模型 帮助你拿着趋势会跳的转接点 轻松地捕捉异次的启动点 买入就迎来 如果你是首次收看的粉丝朋友 记得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方便去反复的学习 不会错过 复兔身材的低级模型 亦都是我们价良时康四维预测術的 新的技术的打轨 股价预测術打轨 其中的日轨 在这里带给大家抢先好习同为用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暗位 这个股票的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低点高点高点 在这个位置这样是吗? 即是大跌了之后 即刻的反抄回落送升 但是这个回落的这个阶段 反抄下最回落的这个阶段 大家可以按一下 为什么这个位置是单点 这个位置是高点 它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如果看得清楚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复翻AAA 可以见到你是明白的 或者你有其他的观点都可以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 重点来了 首先对于高点低点 我们称为顶分形 或者是带分形 这种分形是孙尼的心条竹中 中间的一条旗线 这条竹线 它是高点 高点是它说的最高位 最高架 是这三条里面的最高 底方形就露出回来 就是孙尼的三条竹线 中间一条 它旗线中的低点 是三条竹线中的最低 这个叫底方形 大家记住了 这个非常之有用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 好了 这个顶分形和底方形 可以令到市场里面 有些重要的变盘 譬如我们看HSI行指的这个走势 在10月31日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底方形 对不对 行出路之后 我们看到底方形出现 这个位置是一个变盘的时间点 反弹 11月16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顶分形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变盘的位置 也是一个高点和低点 他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说这个模型 是两个特别要注的知识点 所以大家要折下来 好了 这个模型是这样来的 又如何去结合 一起看一下 股票呢 它的原理就是 股票回落的时候 洗盘的时候 有两个特点 一种就是回调结构 ABC的调整 就是下跌A 粉弹B 下跌C ABC的调整 成交量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是缩量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我画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清楚 这个是不是成交量 是缩量的 萎缩 即是 这个下跌反收 下跌A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下跌ABC的结构 在调整中的模型里 是最经常见到的 我们继续看 然后再看一下 做一种回调的结构是如何 大跌 然后抽升 不会最重生低 或者重生低 立即收时间 是不重生低 即是直接大跌了之后 抽升下跌落 但是呢 后边的跌落 最低点呢 就算它跌穿这个低位 我们看到这里的低位 虽然这个低位出现了 但是都怎么样 都不会最重生低 这个叫做极限的调整 极限调整 极限调整 出现了的时候 往往容易产生一个低位 即是股价送升之后回落 然后最上升 这个叫做低级模型 是非常适合在这个趋势当中 升了一段 大家一百千名 升了很多 然后不敢追 错过了回落的时候 有时候 一迈走后面 没有办法判断 到底是继续升 还是继续跌 那么这个模型出现 是可以说明 这是一个回调来的 刚才我们说了 一开始 是不是说了 David David Landler 他说的就是 趋势是一种最有用的方法 就是顺应这个上升回落之后的回调的低级点 适合我们低级的 就是可以预测到后面 升的机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模型就可以 非常之容易帮到我们 来看一下 这个幅度生除的低级模型 有四点 其实很简单 第一 四 这条竹是顶分岩的高点 四 这条竹 注意 这条是四 四三二一 四的最高下 比旁边两条高 它是顶分岩的 然后 深呢 就是跌了下来 三二一 二呢 四的高下 一定会高于二的高位 然后一 一的收市 一定要低于 一的去市 即是一就是阴线 然后零就去市入场 因为呢 回调利空消息的原因 即是一只股票出现利空下跌 它假日基线的高点更低 对比多风 就是很有 它的肉势 市场进入了疲软的状态 如果股价继续下跌 一日的话 就容易产生一个短线的底部 所以这个是回调之后的 短期的底部 非常之适合我们低级的朋友去做的 即是你很害怕那些高追的 或者说容易高追的朋友 这个模型 你一定要去 就是差 是非常之有用的 这个是我们的价量时空的 四维预测数里面的第一季 接下来我们会说第一季 现在就是第一季开始了 第一团第二团 然后在里面说的 顶底的预测 其中一港来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即是HomitraHK 可以及时的 即是见到我们的更新 其实我们已经在说了 已经在说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套 就是专专系统的 就是你YouTube已经了解到 有这样的模型 或者有这样的知识点 但是系统下来的 第一季的话 我们有四统到五统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想要去报名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 环力专属 环力才有的 全网唯一 可以去报名 如何去报名 留言区 下来这条影片的下来留言区 下来留言区 两架时空预测 四个字 六个字 你就可以去参与的 好吧 我们继续讲了 这个幅图三条 记住了 四个条件 四是顶方形 三 四是大于二 四的高位 四的最高架 是大于二的最高位 一是阴线 阴线是收市 是带预去市 然后0就是入场的时机 这个是 上升汇落中的 废速汇落的 这种田整的模型 就容易产生 短期的底部 好了 那我们一起看看 非常简单 打开它 然后 这个位置 四三二一 是不是复兔三翠呢 这个四是不是复兔了 就是顶方形 是高于二的 然后一是一个收市 那后面0的话 就要重升 你看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 出了之后 后面这里 四三二一 就是这个位 是不是 这里 四三二一 零 是吧 有博力性 从这个位 290多 280多 280多 到升到高位 300多 就是差不多20% 这个是美股 港股全部都适合的 好 继续看 下一个就是 四三二一 一的话是音线 记住 四是大于2 四的高位是大于2 一就是音线0 就是一场的时机 然后就是一段利性 包括你看 最近的一一二八 四三 四是一个顶方形 然后三二一 0 0去入场 一一定是音线下 0去入场 然后它这个模型就是 废速下跌 记住了 这个是废速下跌 就是ABC调整里面的 废速下跌的极限 调整 通常出现了之后 它这个0的 0之后 0的最低位 是比较能被跌穿的 0的最低位 就算跌穿的时候 收视不能够跌穿0的低位 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型 这里要注意 出现了就是这样 这个是四三二一 所以我们四维预测率 2013年最低的几个月 现在的资值点 已经开始陆续给大家看了 关注到我们的频道 可以轻松的学习 免得声明我们所说的 任何的股票按例 只是为了按例的需要 课成需要 而不是推进我的理解 各位朋友 多谢大家收看 这个位置 可以说福导三水 是其中一个 顶底预测率 股价预测的其中一个 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 陆续都有 除了我之外 另外导师 也有帝离 我们的这个预测率 好吧 好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